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單元 就是有關第一個程式列席 那基本上主要講的就是有關在Python裡面 如何建立變數 如何做轉型 變數的產生其實還蠻容易的 那Python裡面的話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宣告 這一點還蠻 我是覺得這種程式變簡單很多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你的變數的資料型態一定要是正確的 因為在轉寫Python程式裡面 最容易發生錯誤就是形態錯誤 這一點如果你假如可以避開的話 理論上應該寫程式就不會那麼多的BUG 我發現很多人只要看到TypeL 你就看一下就是形態錯了 那可能就是他應該是運算要數字 結果你給他一個文字 或者是你要文字要給他一個數字 那怎麼辦呢 你就轉型一下 那我上禮拜有講 如果你要轉文字的話就叫STR 如果你要轉數字的話呢 最簡單就EVO 或者說你要轉整數叫INT 轉小數點就是float 這個是還蠻常遇到的 那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變數 就是說因為剛剛我們講到的那幾個像文字啦 像數字喔 都是只能放一個資料 可是以後你的像Big Data好了 一定都是大量的資料 大量的資料絕對不能你放一個怎麼辦 那顯然喔 如果你要處理像Big Data這種東西 最常用到的一個串列 那串列的話我是放在第五個單元啦 後面會講到OK啊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 我建議可以先把那個串列的型態喔 先務必要非常熟悉 為什麼 因為資料所有都串列來處理 機會非常非常的大 OK喔 所以呢 當然我們後面會慢慢慢慢再講到這部分 那在講到串列之前喔 你必須要學會的程式裡面啊 第一個一定是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不外乎就是true而已 處理true的部分 沒有else 如果有true force的話 那就加一個else 有沒有 如果說你假設除了true跟false之外 還會有其他的 有沒有 那你就lif 一直lif下去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處理很多元的那個邏輯了 所以基本上喔 邏輯部分的話 你就要知道 怎麼樣去做一個判斷程式的撰寫 那這個結構有固定的規則 恐怕一定要熟悉 怎麼寫有沒有 異覆 後面是邏輯判斷 然後冒號 enter之後的話 記得它會縮排嘛 那縮排 不要把它刪掉 刪掉就錯了 OK 那當然呢 還有一種就是說呢 如果你的邏輯可能有交集 也可能有連擊 那如果交集的話就是用and嘛 如果連擊的話就all 這個的話其實應該就蠻直覺 我覺得andall就是蠻口語的啦 OK 比如說上個禮拜我們有講到那個年齡嘛 18歲以上 而且31歲以下的話 那當然就是青年的話 那你就是中間要一個and就好了 第一個條件 它必須要大於18 而且就and嘛 那個變數要小於31嘛 或者是小於等於30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敘述的話 你可以很口語的去把它表達出來 那陳詩就寫出來 其實陳詩有的時候就是說 你盡可能的很直覺的把它寫出來 所以上個禮拜幾個重點 包含第一個 你要了解那個變數的型態 跟那個轉型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你的那個環境一定要建置起來 那我懶人包這部分可能你自己要 或者你在你的筆電上面 也可以試試看 或者你可以換個電腦 比如說到公司電腦 也可以打開看看能不能run 那其他的話就是像那個邏輯判斷 有所謂的兩重的 處跟false 然後還有多重加一個lf 再來的話就是回去可能還是 建議各位可以 如果完全沒有或者是很少用過 chargeP同學 那回去的話可能就試試看 把問題丟給GPD看看 他會幫我們產生需要的答案 當然也不是只有程式部分 其他你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目前我試過 我是覺得最滿意的還是程式 產生程式部分 是覺得最沒有話講 而且穩定性好像最高 不然好像有時候問其他問題 給的答案有的時候不是我要 要不然就是他沒辦法回答 他說常常看到 最常看到的那個答案就是什麼 他的那個資料是到2021年的9月 所以他沒有新的東西 他沒辦法處理的相關問題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呢 接著來看第三個單元 ok 那第三個單元呢 其實就是Python 除了上個禮拜講的變數跟邏輯之外 應該算是第三重要的 就是回圈 那這個回圈在那個程式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人最討厭重複做 卻是電腦最厲害的地方 你叫他做1000萬次 他也可以瞬間幫你做完 而且還有一點 他可以不用關機 半夜也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設定好排程 隨時也可以時間到去處理那些事 你也不用半夜還要起來 所以其實 城市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 處理那個大量重複的事之外 又可以24小時工作 那這個當然呢 如果用來 因為輔助人力有沒有 其實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尤其現在全球都是老齡化跟少子化 然後加上那個人工的 人事費用不斷的攀高了 有沒有 那個基本工資一直提升 所以現在很多公司 都不太想說聘用人 就是人 就盡量想說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取代人力 但要取代人力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用城市來解決問題 應該可以大大節省 人事的這種開銷 主要就是說 很多人每天的工作流程 其實都可以把它寫成城市 然後呢 把它快速的處理完畢 那個人其實他工作 就可以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不是說不需要他 只是說這個部分 不用讓他在那邊塗法煉鋼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很多人的流程 其實都是比較是重複性的 有沒有 所以慢慢你會發現 以後面對的可能機器比較多 像早期銀行有沒有 很多櫃檯 你會發現現在銀行的櫃檯越來越少 取而代之的都是直接怎麼樣 線上就好了 甚至以前的銀行是實體銀行 現在的銀行都是叫什麼 數位銀行 有沒有 台灣數位銀行 像最早是樂天 日本的 然後在LINE LINE就連線 再來就是將來 將來是中華電信的 有沒有 其實都非常棒 利息都很好 而且你不用開戶 開戶超快的 像我三個都開戶 我三個都給他試試看 OK 我發現滿好的 而且很多時候我真的太 利息又好 然後轉帳又不用錢 現在我這樣轉來轉去轉來 從左邊轉到右邊 右邊轉到 還有一點國外領錢也不用手續費 我覺得很多好處 OK 好啦 當然這個是一個趨勢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程式 取代人力這件事 其實相當重要 但是要怎麼做 這個恐怕各位要思考一下 當然很多東西可以輔助 現在除了AI之外 還有Big Data 然後還有雲端 雲端運算最早是推出來 其實主要是 可以把這三者串在一起 其實就是一個 足夠輔助人力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 這個 這個 結果 OK 好啦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回圈的部分的話 假設 重複做 所以我們第一個簡單的題目 我是希望說 請你幫我計算一個什麼 計算一個 加總1到99的一個結果 OK 假設我今天希望 用1加到99 當然不是這樣用計算機 而是用Python Python的話 要怎麼去做重複的事情 當然第一個 你要想到 我需要產生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就是1到99 那第二個的話 幫我把這個清單 從1加2加3加一直加 所以你會需要有一個叫 數字累加的概念 所以喔 數字要怎麼累加 OK 所以首先的話 當然我們要計算這個問題的話 首先我這邊有個demo 我先來看一下 這個寫完其實成是四行 其實兩行 這兩行是計算 那這一行是print 這個是一個 加總的結果的一個變數 所以喔 我最後希望在我的控制台裡面 可以看到結果就是 看到 加總結果為多少 加總就是4950 那我要怎麼可以計算出這個結果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最後這個print比較簡單 這個把它保留下來好了 其他的話 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一個加總結 其實這一題最難的應該是 中間計算的部分 那首先上面應該比較可以理解 我先增加一個變數叫ANS ANS的話它預設值為0 也就是有點像宣告的意思 我先產生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其實就是主要最後的加總結果 就ANS 所以頭跟尾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上禮拜都有 最重要的是中間部分 那所謂的中間部分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清單 那清單在那個 這個在python裡面的話 原則上會用 中瓜糊或者小瓜糊 來放資料 那如果假設 我今天需要一個 1加到99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一個清單 可能就1.2.3.4有沒有 這個清單 但是如果你將來需要產生1到99的清單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記得一個函數叫range 這個range的話 有點像是eSale裡面 應該eSale各位知道吧 如果你要1到99怎麼做呢 應該是先輸入1對不對 然後按坦錯鍵對不對 然後向下填滿 它不就到99 這件事在eSale裡面可以用滑鼠鍵盤完成 但是呢在python裡面 你必須要記得一個函數叫range 那個range的話 其實道理差不多啦 range的話就是你輸入1 就是它的開始 逗點後面的話 就是它結束的地方 那如果我要到99對不對 你不能輸入99 因為99是結束的地方 意思是說它不會被產生的這個數字 而是你必須要產生到99的話 記得喔 你要產生 你後面一定要輸入100 100是你提下來的地方喔 也就是它不會產生那個100 所以它會產生到多少 產生到99 其實後面呢 豆點其實會有個1 這個1的話是間隔多少的意思 其實是step啦 不過理論上 假如你這個step是1的話 其實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你會發現 常常呢 這個是不會打的 所以假如這樣 我們先不要print結果 我們先print什麼 我們先print那個什麼 print range好了 print這個range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把這個結果print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得到什麼東西呢 print 它把凡數給print出來 實際上這個東西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1 豆點2 豆點3 一直到99的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 如果我要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們可以用一個回圈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那回圈該如何敘述 特別注意 那其實在python裡面 回圈敘述總共有兩種 一種叫for回圈 一種叫hyl回圈 那當然 for回圈比較適合什麼 適合有範圍的 hyl回圈比較適合一個條件 所以看起來好像 因為我們這個1到99是有個範圍嘛 所以以這個地方來看 用for回圈其實是比較恰當的 但你說老師我用file回圈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就是說寫起來 當然一定沒有像for回圈這麼精簡 所以喔 那寫要怎麼寫喔 特別是喔 它有個固定的寫法 for回圈後面空一格 你必須要產生一個變數 那通常啦 習慣好像都用i啦 不過常常問老師為什麼大家都用i 習慣啦 反正可能第一個老師教用i 第二個學了反正就用i 你說老師用別的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大家都習慣 ok for i 後面的話加一個敘述叫in in的話就是在哪一個範圍 那個範圍剛剛有提過有沒有 就是這個範圍 這裡面的話就是1到99 有點像esale 當然esale看得到 esale1234到99 可是這邊看不到 你就想像有點像esale 向下填滿 不是1到99的清單 就那個意思 好 那它會怎麼樣呢 在這個清單裡面 它會一個一個幫你搬到i裡面去 ok 所以後面請你加一個結束符號 叫做冒號 跟if一樣 if後面不是有冒號 好 這個是enter enter的話就是後面就是做什麼事情 那做什麼事情的話呢 其實剛剛有提到啦 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累加起來 那怎麼累加 那我有一個i 那i的話呢 如果第一次它會先取得這個range 這個清單裡面第一個 就1嘛 所以i第一次的話它會是1 ok 可是1我要怎麼把它加起來呢 基本上因為我上面不是有一個什麼ans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寫一個敘述 就是ans自己本身 等於什麼呢 等於ans 再加上i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敘述意思就是說 我把它們加完之後再把它放到原來的ans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i本來是1對不對 那0加上1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等號的意思是把後面運算的結果 再把它放到前面的變數裡面 所以呢 如果0加上1的話 那當然就1嘛 就把它存進去 這個時候ns就被蓋過去把它0啦 蓋掉就變1了嘛 然後再來就是i等於2的時候呢 那1加上2變3 所以呢 再把它存到ns ns變3了 那意思類推啦 ok 所以呢 其實這個就是0加的敘述 特別注意等號後面是運算 把運算的結果放到前面的那個變數裡面 ok 那其實你說老師這樣有點奇怪 我ns一直被蓋過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別的寫法 我可不可以另外再增加一個變數 到底是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再增加一個變數對程式來說 反而更複雜 所以倒不如怎麼樣 直接就把資料再丟到ns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這樣寫會比較簡單 所以以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累加的話 就寫成這樣子 這個寫法以後會不斷的出現 只要你是一個範圍的話 都會寫成這樣子 for i in range 通常是i啦 你用別的變數也可以吧 反正上面叫什麼下面就叫什麼 ok 這樣的話就寫完了 寫完喔 所以累加完之後 結果幫我print了出來 print了一樣 上禮拜提到 因為前面需要有個敘述叫加總冒號 後面把結果給print了出來 那因為print這個一定是一個整數嘛 所以為了要跟前面的文字串 那特別是一定要轉型 轉型之後把它print出來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沒發現4950就出現了 有沒有這邊的話就會出現 加總冒號4950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 另外 跟各位補充一下 這個累加的寫法 這個寫法之外 其實你們可能會看到別的書上 會寫成這樣 叫ANS加等於i 兩個寫法都可以 哪一個比較好寫就寫哪一個 ok 因為這個寫法是Java寫法 所以寫過Java的人很習慣就加等於i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好理解上來看的話 好寫的話 其實剛剛這種寫法是比較符合 程式運作的整個流程 ok 加等於i的話 如果要就比較好像你就刻意要寫個 可是加等於i的好處是程式少了一些東西 對 所以看來的 我是覺得以目前你們這個學習階段來看 不要寫錯為原則 不要什麼都記 然後但是最後寫的都寫錯 因為你說 什麼 這邊給他寫個加等於 加等於或等於加不行 你不要把兩個混在一起 最後反而寫了萬七八糟 不要啦 ok 以那個 我自己習慣 因為VBA裡面也是寫這樣 VBA不能寫成加等於 所以我偶爾會寫V 我一般兩個語言我都教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這樣 為什麼? 因為兩邊是相通的 我就不會寫錯了 ok 好 那第一個問題 請各位先幫我把那個1加299 先練習一下 ok 也可以想想看 後面我們會交那個壞迴圈 ok 那壞迴圈的話呢 這個地方的敘述就不是一個清單了 而是一個條件 什麼樣條件呢? 就是當那個I的值 它要小於99的時候 就是當它100的時候有沒有 那它就離開回圈了 所以如果把它改寫成壞回圈的話 那可不可以?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改成壞回圈 會變得比較複雜 為什麼? 因為你必須要再增加兩行的敘述 一行的敘述 就是你的那個I的初始值是多少 第二個敘述就是說 你要把I的值要不斷加1 因為我們在那個什麼? Range裡面後面其實本來這邊是有0.1 但是如果畫就是自動會幫你加1 可是如果畫回圈是沒有 這個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1加299 先練習一下 所以這邊有幾個重點 4圍圈跟Range 這個Range很重要 因為將來你要產生的範圍 那就是通常會用Range做穿針引線 幫你產生一個清單 所以Range其實主要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它的初始值 第二個參數的話呢 是它的結束值 第三個參數的話就是它的步進值 那當然啦 如果我換個方式 如果我今天要1加299 那如果我換個方式敘述 我要99加到1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如果你要寫Range的話 那99加到1怎麼辦? 初始值就99嘛 那step記得就-1啦 那結束值的話呢 1到1嘛 所以要到0 有沒有 因為越來越少 OK 所以你如果要99到1的話 那你也要懂得怎麼樣把那個step 就是把它改成-1 敘述一下 這個可能要懂得去靈活 所以呢 如果今天喔 假如我要把這題改一下 請你分別喔 幫我加總它的奇數跟偶數的話 比如說1、3、5、7、9 到99 有沒有都是奇數的 幫我把奇數的全部加在一起 然後幫我把偶數的加在一起 基偶數分開加的話 也就是說 加總 這邊可能要多一個叫奇數加總冒號 然後底下可能要多一個print 叫做偶數加總冒號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樣去改這個程式 會比較簡單 當然改的方法至少會有兩種 一種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有奇數跟偶數嘛 所以你可以跑兩個回圈 有沒有一個是奇數的回圈 一個是偶數的回圈 但是喔 其實程式來講 最好如果可以跑一個回圈 就不要跑兩個回圈 有點像跑兩次 你就是你買東西 你就去一趟買回來就好了 對不對 你只是兩家店 你就先去A再去B 就回來就好了 你不要說去一下A 然後回來之後呢 又去B再回來 那不是跑得很慢嗎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要兩個回圈的話 那實際上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回圈裡面加一個邏輯判斷 上個禮拜講的 有沒有邏輯判斷 那個邏輯判斷說 如果它是奇數的話 就得以加這個 如果反之就是偶數 就得以加 所以有點像回圈裡面 再加一個邏輯 相對的會比較好啦 OK 理論上 因為我們習慣一定是不會跑兩個回圈 你說老師我要寫兩個回圈 對不對 可以啦 寫得出來就好了 但問題寫出來跟寫得更好 優化 有沒有 這個可能還是要思考一下 所以你承認寫出來之後 可能還要想一下哪一個方法會比較好 OK 不過啦 當然你都不會寫前提 你就寫得出來就很厲害了 所以 甚至你這個問題也可以問ChargeVT 其實這個問題 我有問過ChargeVT 它其實有幫我答出來 有沒有 其實幫我撰寫一個python乘4 然後內容為 它跟它指定 用for圍圈 加總1到99 它真的寫出來了 寫出來的結果 其實差不多啦 不過因為這個黑色 其實理論上就是這一串 變數不一樣而已啦 其他都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問它說 如果要分別計算那個 就是這個問題 你可以跟它去說 逗點 後面的話可以跟它講說 請幫我分別加總基數跟偶數 後來發現它也可以寫得出來 而且它寫的方式是裡面加一個邏輯判斷 它不會寫兩個回圈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幫我把這一道題先試著做做看 第二個的話再思考一下 撰寫分別加總基數跟偶數的這個程式